今年OPPOF INDX凭借设计的创新以及领先的技术,该机可谓是火遍全球。 虽然手机确实不错,但由于定位高端以及较高的价格,令预算不足的用户望而却步。 而就在今天,OPPOR17被曝光出来,看来OPPO将会在近期8月将推出R17定位2-3000档。 今天网上爆出一网友在节目现场拍摄的照片,而这部电视节目由OPPO赞助,能明显看到现场两侧R17的灯箱,真实度非常高。 也就是说R17是真实存在的,至于其他,目前没有准确信息,不过按照R系列的定位,不出意外依旧是主打拍照。 至于配置,骁龙710可能性非常高,毕竟VIO已经有骁龙710处理器的手机。 另外很大程度上,依旧会采用刘海屏设计,但这次刘海屏似乎会是iPhone X这种的大刘海。 另外,R17还将有Pro版,之前网上曾曝光称,该机将采用实际内存,但个人感觉意义不大。 就算有实际内存理论上,也是首发在顶尖旗舰上,估计Pro版将是采用The Seed或屏下指纹技术,其The Seed几率会更大一些。 那么,R17标配基本就是后置指纹,其保证产量。 从目前手机技术上看,R17将会是R15的一次全面升级,依旧会主打拍照,而最直接竞争机型魅毒16小米吧,价格上预计3000以内。 那么你们对于R17有哪些期待,还有你们认为实际内存真的有必要吗?